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是400公里比赛的第三天了 鸽子回头以后要对它进行一些调理 昨天我们这里是大晴天 风和日丽 我比小家们全部洗了个热水澡 让它们消除疲劳 今天我准备给鸽子来做一下毛利虫呼吸道的行李 因为它们跪潮以后我看了它们的消化和排泄情况 都是很好的 400公里跪潮以后没有发生水变现象 拉到粪便来也都是很正常 消化也很正常 这是粪便 你看这个粪便也是正常的 你看粪便都是正常的 如果鸽子跪潮以后 拉水便 那么你就最好不要做毛利虫呼吸道的行李 那样用药来对它的消化道会产生一定的负担 鸽子什么都正常 那就要开始给它做一下 有的朋友就说了 你在这比赛中间 你还用药 那你用药鸽子状态就没了呀 我上一次也说过 鸽子的状态不可怜是保持永久的 鸽子的状态是呈波浪性的 有高有低 那么在各自比赛归潮以后 用一下药 它的状态掉下去了 从这以后 你再给它慢慢的提升 到临站的时候 让它还有一个好状态 我用的 清理毛利虫呼吸道的药 还用的是老牌子 这种药比较安全 什么时间都可以用 比赛期归潮当天 归潮后 都可以用 它没有什么副作用 在喂药之前 必须是先控一下水 最好是控两小时的水 这样鸽子就喝的充分 另外朋友们也要注意 喂药的时候 不要涂省事 一下子用大水壶 搞满满的一壶 让鸽子喝几天 那样不好 最好是你算好尽量鸽子 一次性饮完 一般鸽子贵潮前三天 是防病治病 因为现在天气凉快了 病毒也没有那么嚣张了 我就没有做防病毒的处理了 生病的该死的已经死了 治好的已经治愈了 身体不行的 经过三百四百 已经淘汰了 现在剩下的鸽子 基本上都是健康的 所以我就没做防病毒的处理了 在粮食方面 我从今天开始来 已经在为赛飞加营养了 加了护菌粉 粗消化 好的 关于鸽子的贵潮后 我做了一些简单的调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谢谢朋友们 给我一关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朋友们 再见